我们再看一个跨行的消息 据英国方面的消息 已经退役的英格兰球星贝克汉姆 有望和英国国宝级的歌手阿戴尔 连美出演电影 而两个人扮演的角色呢 都是反派 那这部电影呢 也是将这个阿戴尔的 这个大荧幕首秀 那我相信 有这么受人欢迎的反派 估计这部电影的主角 可能要沦为配角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浏览一下 今天的新微博 那这个八月啊 真的是喜设连连 君君又要给你报喜了 昨天呢 那世界小姐张子玲通过微博 就首度曝光了一张 唯美的婚纱照 并且称这是一场 关于爱与承诺的仪式 据报道呢 张子玲与男友 结束了三年的爱情长跑 秘密在泰国普吉岛 举办了婚礼 期间呢 是邀请到了双方的家人 及几十位亲密的朋友出席 伴郎伴娘呢 均是有两人多年的好友担任 并没有圈内人士 那整个婚礼呢 也是筹备了近两个月 主要呢 是因为他们都是追求细节 从这个订机票啊 婚礼的场地布置 全部都是由这一堆新人 来亲自参与进行的 那今天也是七七七 Fantasy exterior